金多美,崔宇直,金盛哲,卢正义主演SBS新剧那年,我的夏天,从前任CP崔雄崔宇直是与国研秀金多美意外重逢拍摄纪录片开始,收视也随之骤升,在新一集中还出现了郭冬妍这位惊喜客串。各位看看郭冬妍在剧中饰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? 第三,四,剧情。Photo from Naver-kdailypho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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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SBS崔雄崔宇直是回忆起过往国研秀金多美誓讨的地方,但同时也表示只有自己知道专属于它。 优点,自从两人时隔多年相见后,就不断地巧遇方,连在超市买东西都能遇到,而且还穿了铜色的居家服,真的是天生注定的缘分啊。 笑,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ever金志雄 胜者是告诉国颜秀,崔雄如果想让对方感到痛 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,颜秀后来变深刻的 会到志雄话语中的意思,崔雄答应了国颜秀参 现场作画的活动,不过相对的,颜秀必须答应中拍摄纪录片 国颜秀为了工作只好心不甘情不的照做 photo from ne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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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志雄在跟拍两人的过程中,发现很多片段都不适合使用 因此把国颜秀约到崔雄家讨论,由于崔雄一直都很浅眠 以为自己梦到国颜秀,于是在半梦半醒之际伸手触碰了他的脸颊 殊不知国颜秀毫不留情地直接拍掉他的手 吓得崔雄瞬间清醒,笑 photo from ne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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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道律李俊赫氏邀请国颜秀与崔雄参加开幕式派对 崔雄盛装出席帅到颜秀差点没认出 笑,不过这时却遇到了崔雄的竞争对手 同样也是建筑插画家曾公然挑衅崔雄的努亚 东言是,他忽然向崔雄说道,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问之下才知道,原来现场作画的插画家不止崔 还有努亚 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ever 原先崔雄就对努亚故意向大众说他喜得是感到不满 这下还听说要和他一起参与动,心里更愤怒 由于这个项目是国颜秀在进行,此认为是他故意没说努亚也会出现 因此生气走向国颜秀并质问他 但颜秀完全不晓得这件 再加上鲜少看到崔雄露出严肃的表情 国颜秀使感到不知所措 photo from never 斜杠k daily photo from nev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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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崔雄最后向颜秀说出,毁掉我 人,一直都是你 看了令人觉得好心酸 崔雄过去国颜秀提出分手后 过上了一段辛苦的时期 但时,率先提出分手的颜秀也受到了伤害 为什么明明这么在乎对方却要走向分手呢 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ever 子外 那年,我们的夏天中有些透过纪录片阐述剧情的拍摄手法 让小编联想起了池昌旭金志愿主演的《爱在大都会》 及游戏里的角色传达各自想法外 同时还能延续故事 有种让人更贴近剧中人物的感觉 希望崔雄国颜秀之间的误会 能好好解释清楚 一起期待下周的更新吧 那年,我们的夏天人物 上,分级剧情 1,16集大结局 立刻来follow 我们的Instagram的 K Daily Man雅 2,16集大利 2,16集大利 Vin1,16集大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